在韩流最流行的时候,大量的韩国明星都涌入中国市场。当然,发展的还是很不错的。其中,张纳拉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。曾经她和苏友鹏一起合作刁蛮公主,在里面饰演小龙虾司徒进一脚。活灵活现的表演让她在中国迅速走红。当时很多人还是很喜欢这个女孩子的,觉得很可爱。 可是,之后没过多久,张纳拉就消失在中国观众的视野里了。这是为什么?据了解,2009年11月张纳拉录制《强心脏》。她表示自己一没钱就会去中国。网上很快就出现了张纳拉来中国是为圈钱的报道。当这段视频传到网上之后,中国的网友一片哗然。都觉得,张纳拉这是在瞧不起中国。 不少曾经追随张纳拉的粉丝们也纷纷扑粉,并表示不会再爱她了。这让处在事业上升期的张纳拉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虽然她张纳拉本人出面道歉,可还是无济于事。难以平复中国网友们的愤怒的心情。 这也就导致了张纳拉在中国境内,遭到网友抵制。小编当时还是挺对她惋惜的。可是这件事,她也只能怪自己。但是最近,小编却看到了张纳拉的身影。原来是新剧《告白夫妇》要开播了。 在新闻发布会上,张纳拉身穿碎花的小裙子,留了齐刘海,扎着丸子头,很萌的样子。但是相比之前的样子,还是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。没有之前那么情形可爱了。张纳拉事件,应该算是给所有的明星都敲响了警钟。 作为公众人物,要时时刻刻注自己的言行,不然受罪的还是自己啊。现在张纳拉已经回归大众的视野。小编想说,以后可要长点性啊。